中央电视台 这下还好两人都摸了摸头 一看没有流血 这是曹云定的一个传组 王大蕾准备得很重要的阵影球 曹云定来踢到前点 投球 这个球顶得其实质量非常高 但王大蕾的扑就也很漂亮 朱生杰这个点抢的还真是不错 就是说朱生杰 国家队这场比赛 这个自信心是大赏 是的 双方其实在比赛 这边是莫伊赛斯 包括这个上海生花是莫雷诺 但是现在莫雷诺的位置比较靠前 所以现在中场的组织可能更多的要依靠曹云定这个 这个进行域 对 就是节奏上的没有合上拍 这是个机会 郝君敏最后射门的时候球离他身体稍微远了一些 而且靠后了一点 但是金晶道是有变化的 这个边路传中啊 是没有选择传佩莱这一点 我们再看这个传球 是吧 选择了这个 机智这个球传单非常漂亮 被解围 方计免球没有领好 外围大门 比金晓这个球挺大了 这段时间 我正想说这段时间 生华队形成了围攻 但这一次给金晶玉投球后蹭的应该是防守球员 应该是鲁能的防守球员把球蹭到了身后 应该是菲莱尼 金晶玉后脸正好迎上 跟上的推射 将球打进 1比0 从比分变成了1比1 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这次进攻还是一次二次进攻 关键是在传球的这个落点 在对第二落点的判断上 鲁能出现了问题 这球金晶玉迎上去打得非常舒服 菲莱尼头球后蹭 这个球 也没有办法 对第二落点的那种判断 其实这个球关键是在这个 从左侧转移到右侧的时候 第二落点也是被上海神花控制住 没错 这个球王大雷没有办法 因为球速过得非常快 对对对 他想往后点移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金晶玉的破门 没 球道了 我点不错 突突点下来 门前的混账 还只是门将把球给抱住了 这一下 其实难度挺大的 因为还有自己同伴的干扰 没错 莫莱诺是主杀的任一球 我觉得这下莫莱诺是差点帮了斗马 对 这李帅真是奋不顾身了这下 莫莱诺的头球顶得稍高的一点 双方是分别换了两名外员 这边格德斯最近状态 最后一场联赛状态也不错 一哈洛最后一场在客场打恒大 呃 当时在现场感觉 曹云定来踢这个球 直接打门 这球质量很高 力量非常大 王大雷是双拳把球往上一拖 拖出了横梁 感觉王大雷啊 这个腰伤和腿上的伤 确实给他很大影响 他移动不变 感觉 你看 他这个移动是不太利索 上了一哈洛之后 这个反击啊 再加上莎拉维 这是很有威胁的 莎拉维拖了进去里边 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81分钟 比分变成了2比0 总比分2比1 上海城华队领先了 呃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防守端啊 现在两个前锋 莫雷诺 还有这个一哈洛 两个人 对戴林跟这个 郑争啊 现在扛不住 是 呃 再加上一哈洛上来之后 他正面的冲击力非常强 不像其心欲 对 他这个积动性非常强的前锋 而且刚才那一下 其实郑争防守 已经是非常吃力了 第一下防守成功那一次 而这一次 又是 我们再看啊 啊 先 对 再加上莫雷诺 刚才这角传球 乔雷诺最后这角胜本 打得非常的巧妙啊 就是拨开一点角度就可以了 这时候总比分现在上莫雷诺上发队领先 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82分钟了 对于鲁能来讲呢 现在目标倒也直接很明确了 就是进球 因为他们现在在客场如果打进一个进球的话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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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打进第二球之后 鲁能的球员心理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没错 前线给他这个球真是太漂亮了 而且在决赛赛场打出这么漂亮的一个进球 是 代球过掉了后继敏之后 横向拉开什么角度 左脚起脚打出一个内脚背的弧线 这个球让我想起98年势力背的半决赛 图拉姆的那两个进球当中的一个 哇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哇 这球直接滚到上脚 真像图拉姆进 克罗迪亚的那两个球 这个球打得世界波 过掉薅俊敏 左脚起脚 当然这个球也是曹云定在左边路 交给李云秋之后 随后前接给的一个前叉 这是中场啊 换下摩依赛 入届足铁杯决赛当中 赛制上先主后客的球队 都能夺得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怪圈 上海绿地生花队在第二场的 足铁杯决赛当中是3比0 击败了山东鲁能泰山 总比分3比1 他们击败山东鲁能 获得了今年足铁杯赛的冠军 这样的话 他们也直接获得了下个赛季 亚洲冠军联赛 小组赛正赛的参赛名额 而鲁能下个赛季就要和亚冠说再见了